乌尔两外长在土耳其第三轮谈判结束 俄罗斯先给了这样的答复 说谈判层级还能在更大咖 让两国领袖普清跟泽伦斯基好好坐下来聊一聊 但前提是乌克兰也要释出善意 俄罗斯看似给了战争一线转机 乌克兰却说双方在停火方面没有共事 说要给乌克兰自由跟安全 但乌克兰就像俄罗斯连人道走廊都不给 还指控莉莉说好不针对平民 俄军去攻击马里乌坡尔的医院 造成三人死亡 俄罗斯反向西方平民插手 就是提油救火 无论第三轮谈判再破局 预估第四轮谈判会在白俄罗斯境内举行 有没有可能促成领袖会谈 还得先看看双方互信的基础有多高 TVB新闻刘宇俊韦佳琪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